早安 現在已經快到中午了 我現在人又在車上 因為我今天要去台中上課 昨天帶香港朋友們去吃飯吃得很晚 對 所以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有點痛苦 今天要上的是貓咪的課 是一隻小黑貓 然後主人家是住在台中的中區 對 然後我現在覺得我有點可能快遲到 所以我要趕快上高速公路了 我終於到台中了 我整個大遲到 剛剛還在讓你找停車位 他完全不怕陌生人 對 他蠻親的 那他們那時候在菜市場看到他的時候 他是落單的嗎 對 就只有他一隻 只有他一隻 然後那時候我怕他就是 一個人就是可能會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是有請那個寵物寶怒 他有拍照然後影片這樣子 然後都是他蠻親的 好可愛喔 他不會怕生 真的好可愛 還好小隻喔 那天撿到他就馬上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那時候醫生是評估 他那個時候已經有兩三座大 所以他大概出生時間 我自己就給他抓428 但是他應該421就已經出生了 大家都會問我這個問題 就可能都會說看了你的影片 然後在做什麼練習的時候會卡關 或是可能進度很緩慢 然後我就會先跟他講說 你的進度有要很趕嗎 就是其實這東西不急的先來做 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很像功課 或是考試的東西在做 因為養貓其實不是那樣子 養貓其實就是生活裡面而已 那其實就算你沒有去每天 像我影片教的那些 去做那麼詳細的流程 這個關鍵在於說 我們在生活當中 不要給貓累積任何的壓力 最重要其實是建立一個 你跟他之間最好的關係 還有他對我們是有足夠的信任感 那你可能看一些影片 我狗狗跟貓咪的教學都有 但其實他們兩個 有一些在訓練上的東西是相通的 但其實他們兩個的性格 或者是特質 是屬於兩種完全不同的動物 人跟狗之間的同伴關係 比較像媽媽跟小孩親子關係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在訓練狗狗的時候 可能常會用一些很鼓勵的方式啊 然後要表現得很開心啊 讓狗狗知道就是 我們很喜歡他這樣 所以你會聽到 我在上狗狗課的時候 都會稱讚他 貓跟人之間的同伴關係 是完全不一樣 貓跟人之間的關係 比較像是 室友跟室友之間的關係 然後也比較像是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認知到 他是一個完全 跟你不同的獨立個體 然後他沒有那麼依賴人 你是你 他是他 所有的跟你的互動 就是完全都是以他的意願為主 就是是我高興跟你互動 所以我會跟你互動 而不是我想要討你開心 所以跟你互動 我們必須跟他是維持 相互尊重 跟就是友好的關係 然後你要完全尊重他 就是他現在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有些人看了影片就說 我已經到你的影片上面做了 可是我的貓還是愛來不來的 他還是會看心情來耶 對啊 那有什麼問題嗎 反正就是看心情來啊 我現在就還不想來 我幹嘛聽到來就要來 不是說你有沒有訓練好的問題 也不是說他有沒有被 每一天的練習 他沒有要來就不要來啊 他沒有來會怎樣嗎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是說 訓練的目的 並不是把你的貓 變成一個完全配合你的動物 百分之百要聽我們的話 照做就是服從 我們在做訓練的目的 不是為了讓動物服從我們 我們在做訓練的目的 只是為了讓他 跟我們之間有一個溝通的橋樑 因為他有他的行為 然後人有人的行為 然後我們之間又是不同的物種 所以他聽不懂人的語言 然後你又聽不懂貓在幹嘛 你也看不懂貓在幹嘛的話 會很容易會有誤解 你會用人的思想去解讀貓的行為 然後貓也就是搞不清楚 他的大腦沒有我們智商那麼高 喵叫很多人都會問說他在喵什麼 然後我就會把這個問題丟回去給你說 對啊我也不曉得他到底喵什麼 我要問一下你們之間到底的相處裡面有什麼 通常很愛叫的貓 也會有一個很喜歡回應的主人 因為這東西是互動出來的 真的 對啊很安靜的主人 通常養出來的貓就比較安靜 是真的 原來如此 然後你看我的影片 我的貓經常在跟我對話 因為我也很喜歡跟他們說話 就是那個是發展出來的 如果他一直喵 然後你都無動於衷 你也不太會回應他 他不太會因為喵叫得到什麼的話 他就會慢慢的就 他不太會用這個方式跟你溝通了 你看你把一些正確的東西做好之後 他都不會出問題對不對 對對對 他後來是會玩得很開心 只是說我怕 這個會不會有危險這樣子 他玩得太激動的時候 所以我怕他會受傷 所以我這個後來就變得比較少玩 對就把它翻了 不管你買哪一種玩具 我們的目的都是為了讓他有一些狩獵的活動 對因為他已經沒有真正的那些獵物可以玩了 所以我們只能自己在家模擬 你還是會不解 就是他為什麼有的時候莫名其妙要咬你嗎 對還有就是 我會有一個可以想到 像穿這種褲子 對 這樣搖擺的 對 他會以為是那種獵物 然後他就鋪上來這樣搖 你的意思是不是覺得說 我明明平常也根本沒有動 我也很盡可能避免就是刺激到他了 但是他有的時候還是會 對很偶爾 要不然就是 但是你開始有做這些避免跟防範 或者是說去添加他一些遊戲啊 去滿足牠的話 你會看到這些東西其實是下降的 有 牠有下降 是下降 或者是其實已經很少出現 對 牠是一隻米克斯幼貓 對 你就把它理解成 牠就是一隻在外面的小野貓 牠這些行為都很合理啊 我剛剛在這邊我也沒幹嘛 我只是在跟你講話而已 牠就在這邊一個頭髮也可以玩很久 很久 很久 很久這樣 對 但是你就會看到我 我就會覺得這是很正常 就是你要清楚牠是這個動物這樣 對 那有一些東西 可能大家會覺得是問題的 可是被我 放到我自己的邏輯來的話 我會覺得就是沒有任... 不是每一個問題 都是拿出來解決的 有一些問題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去解決 而是要去理解 跟去尊重牠 或者是你就要接受 因為你就要養這個動物 你不可能叫我去訓練一個鳥 都要飛我 我不覺得牠這樣很干擾我 我想要訓練鳥在地上走就好了 可不可以 就是這種問題我沒辦法幫你解決 牠一隻鳥 牠就應該是那樣子 如果你真的是因為喜歡這個動物 或者是你養了 你一定跟牠有感情了 你越有感情的動物 你就會希望牠一定是 也要跟我們在一起是開心的 我們其實是期望給 動物一個更好的環境跟生活 你才把牠從野外帶回來的 對 所以我會希望說 你要懂得去尊重牠 牠怎樣開心 牠就是原來那個樣貌 牠會有牠的樣子 也許不符合我們的期待 但那是牠最舒服的樣子 所以其實上課的時候我大部分的問題 都不是說去試圖改變牠 我都是去改變主人的想法 有的時候真的可能你養到三歲 有這種貓牠都還是很愛咬 但這就是牠的行為 牠可能可以控制在一個 非常少的數量 可是牠有的時候就像我們家的貓 牠現在想到 牠可能我走過去 牠還是想到就會打一下 對 就是 牠們只是當時被刺激到 狩獵模式了 就這樣而已 牠切換成那個模式 對 就只是單純因為看到 你不可能要牠就都沒有 牠這個是一個內建模式了 我們可以盡量去避免說 我用手這樣跟牠玩 那牠當然就會很興奮嘛 對 對 牠如果從小都覺得 我們手每次過去都是一個遊戲的話 牠會越來越頻繁 然後也會變成就是 牠無法認知到說 人的手是要撫摸牠 然後你如果是想要跟牠有一個 很良好的互動 然後或者是你其實是想要建立一些 手是溫柔的撫摸的話 你就盡量避免用這個方式遊戲 就無法知道說 這個手過來是什麼意思 牠得到的 或是牠的經驗裡面都是 這個就是要咬的啊 對 或是有些人習慣用手去抓 也盡量避免是因為 就是你就會讓貓咪 一直無法認知到 手的意義是什麼 嗯 牠們不會了解說什麼 這是手 或者是說 這個是你的保養品 這個是衛生紙 牠的視角裡面 牠看到的可能就跟我們都不一樣 這是我們學習而來的 每一個物品有不同的意義 牠不覺得那是一張很貴的沙發 或是那是一個很高的桌子 或者是那個是你要工作的桌子 那是你工作要用的電腦 牠看到的不是這個 對方來說那就是一座山 那是一棵樹那是一個地形 這是一個低的地形 這是一個高的地形這樣 我已經放棄了 妳已經知道了 可是我直接把它鋪上去 讓它變成 妳是這裡是租的對不對 對 好 所以妳要把它鋪好 我直接鋪好 怕會破壞房東的東西 你們可能已經提前在網路上做一些功課 或是看書做的一些功課 那些都是一些方法沒錯 然後我們可以去取得一些很好的平衡 但我還是要先預告你說 即便我們可能去做了一些準備 我明明就已經準備了貓抓板了 我都已經買了三個了 或有些人可能我去家裡 我看到那個貓抓板 就是一片這麼小的 我有看到 他也覺得 真的太誇張了 他也覺得我有已經準備貓抓板 他憑什麼在咬我的沙發這樣 可是我跟你講 你就算準備十個貓抓板 他也是可以咬你的沙發 誰知道這是你的沙發 他覺得這是一個超大的貓抓板 貓沒那麼複雜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地形 然後粗糙面 所以他每一天都會有那種標記 只要是一些粗粗的東西 他就會去磨爪 一方面他可以去磨 對啊 就是一方面他可以磨他的指甲 你可以用一些方法去剪他的指甲 但其實我會要你不要那麼急迫就是說 這隻貓就算一輩子他不剪指甲 那也都沒關係 也沒事的 你在他自然界生活的好好的 根本沒有人類世界搞的那麼複雜 也沒有什麼要幫忙親耳朵 什麼剪指甲 什麼肛門線這些 都是人搞出來的 就人製造了一大堆的問題 然後要我去解決那些問題 可是貓就沒有想要這些啊 當然我們養了動物的話 我們會去考慮到身體上的健康 跟心理上的健康都會去兼顧 所以當然我覺得有一些東西 你勢必要就是 可能慢慢的去建立關係之後 萬一某一天他醫療上需要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 所以當然我不是說去 指責棒貓剪指甲的人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不是一個很急迫的事件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去慢慢來 然後不要強迫貓 那剪指甲這件事情不要在 這個期間去做 因為現在他這個年紀其實常常會 一直在動來動去 他進不太下來 他比較好動 對就是你看喔 他每一天都一直在這樣 他現在 你比如說他現在這樣忙得要死 然後你突然把他 你突然把他離地 然後要來剪指甲 他當然不會配合你 他正在忙 他好忙 對 所以像現在的階段 尤其這個年紀 可能一直到六月零 七月零 甚至一歲之前 我不會花太多的時間說 我要去練習剪指甲 我反而會把重心放在 我會花很多的時間 陪他玩 陪伴跟相處 還有就是 你可以去記錄一下 或者是去觀察他很多的行為 才剛開始養嗎 你是第一次養嗎 第一次養 第一次養寵物嗎 對 做了很多功課 他說他現在這樣怎麼辦怎麼辦 他這樣是怎麼回事了 會不會這樣會怎麼樣啊 很緊張 對很緊張 其實我後來就有讓自己 就是放放心一點 不要那麼焦慮 對就變成是說 我真的很焦慮的時候 也都是我自己在那邊掃他 就不要不要干擾到他 對我不會就是 我不會去干涉他 我覺得 你如果完全不做功課的主人 他可能還心很大 就是他什麼都不會多想 他就先養了再說這樣 結果你稍微做了一點功課之後 反而把你的壓力放得很大 然後你可能會覺得 每一件事情都跟訓練有關 是不是因為我剛剛那個肉做的哪一個 或者是不是我剛剛那個肉你沒有獎勵到 或者是我剛剛是不是在快了兩秒鐘給 就會發現我 我反而就是上課之後 我很少在跟大家講訓練的東西 就是你不訓練他也不會怎樣啊 你看有很多主人 完全都搞不清什麼訓練 其實我覺得最簡單 或者是最適合米克斯的 一種飼養方式 就是早期那種社會是 有點半放養的形式 就是那種家裡人可能其實根本也沒管 然後他們只不過是準備好事物 其實那個是一個最簡單 而且其實是最適合貓咪沒有壓力的方式 那家人可能甚至這一輩子沒有幫貓剪過指甲 可是這個貓很喜歡回來 他就算沒有任何的束縛 他也都會自己再回 回到這個地方 最重要就是他要有一個安全的 核心的休息區 然後他向外擴張這個領土 他這中間他可以跟人建立好很好的關係 貓跟人之間他也是分別獨立的個體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貓他不會一天到晚 只黏在我們的旁邊 他會有很多事情他要自己去忙 他會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很好 他也會自己整理他自己這樣 所以大部分的事情其實不太需要操心 我會永遠都留時間跟距離 給貓觀察 很強迫的方式 我覺得會讓貓很害怕 一害怕或是他生活壓力一升高的話 他其實跟人的關係就會改變 超愛這個玩具 因為他小時候就碰著我 所以他超愛的 然後你就把玩具丟進去 他自己就要進去追 我會先吸引他 對 注意力 然後呢 吸引他之後 不要走 他還把他帶走 有夠可愛 對 好好笑 等一下 先借我一下 就吸引他的注意力 對 然後就進去 然後這時候 你就會關上門 順勢的關門 然後他就也自己在那裡玩的不亦樂乎 那很好啊 就是食物 飼料 然後水 我都準備 都已經好了 都準備塗上 然後就把它這樣吸進去 然後我就睡個覺了 那很好啊 所以你想問的問題就是說 這樣子可不可以是不是 對 完全沒問題啊 對 就是你只要看到貓的視角裡面 他完全不覺得有發生什麼事情 那就完全沒問題 如果生活當中有任何我覺得 可能不是他可以咬的東西 我會怎麼做是不是 對對對 就是 硬化直接收起來了 對 就是所有 如果我能夠先預想得到的東西 我就會先把它收好 比照一個 三歲以下的幼兒在家裡的概念 因為我覺得這完全是一樣的邏輯 可是為什麼放到貓身上 大家就不會了 覺得應該他聽懂 你不可能訓練一個三歲小孩 看到 噢 這個是橡皮筋我不可以吃 然後 這個是什麼 我不能碰 那個很危險 他不會認知到這件事 那何況是貓 他這一輩子 他都不會認知到這件事 他不會長大的 借一個新生兒回家 那些爸媽會 花多少時間準備一個 安全的 比如說嬰兒房 那其實你養任何動物的概念也是這樣 你會準備一個 適合他生活的環境 你就要養一條魚 你是不是要準備好魚缸 這是適合他生活的環境 你總不會說我要 抱歉我家沒水 所以這條魚應該要 你應該要訓練他 自己在陸地上生活吧 我怎麼可能訓練你的貓 不要跳到你的冰箱上啊 不行啊 牠就要跳啊 你得給牠有地方跳啊 如果你不要牠跳冰箱 那牠可以跳什麼 是不是要幫牠準備好 即便你幫牠準備好 我也很難跟牠 跟你說保證不跳冰箱了 牠如果多一個地方跳 牠可能跳冰箱的會少一點 那多十個地方就會更少這樣 大概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才會說你環境越豐富化越好 有一些人可能就算買了一座貓跳台 貓也未必很常使用 是因為牠斷層太多了 你只有一座貓跳台 可是你其他這邊都是平地 那你的貓也不會 特地要走到那邊去跳上去 牠比較習慣就是像那邊有一個 比如說你的衣櫃 然後下來就是紙箱 再下來也有紙箱 再下來也有桌子 再過來牠又可以跳到這邊 那頂多是這邊有一個小斷層 所以你接下來可以想是 這邊可以放什麼 或者是什麼東西可以把它銜接過來 因為牠接下來就可以從這裡這樣跳上來 套房畢竟有點小 或是一般人的住宅 最多也是二三十坪吧 好少數可能以一個透天這樣 最最多了不起就是透天 可是如果你去創造出垂直高度的話 這裡再多一個 在這邊再多一個平面 牠會創造出更多的平面出來 好那在固定的時候 你是把牠面向你還是面向醫生 面向我們 好好好 那下次都是這麼做 就是讓牠面向你 牠比較會比較不那麼緊張 我應該會把牠面向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